晚間的1800我們收到新竹市長高鴻安的捲入寡婦樓都更案的爭議 稍到今天還在燒 外界現在質疑了高鴻安跟建商之間的是不是存在著不尋常的關係啊 如今現在又被發現呢 這寡婦樓都更的環評委員 竟然是另外一個路段的都更案件建商前後任的讀懂 所以呢現在呢高鴻安他秀出了公文 他有話要說 他說了其實具有爭議的這名環評委員叫做謝鴻年 在前任市長林志堅任內他本身就已經是環評委員 他甚至還翻出了柯建民跟謝鴻年當年的合照作為反擊 只不過現在高鴻安屢屢扯上建商這標籤撕不下來 要解釋的東西實在太多 高鴻安逢市政行程 記者搶著問寡婦樓都更 在地議員質疑進度快到不合理 是否是高鴻安和建商界存在對價關係 一方面和男友李仲廷住在特定建商提供的豪宅回建築 一方面為特定建商開啟都更特快車 民進黨立委參選人吳珍 整理出新竹複雜的建商關係網 參與民主段都更案的生意開發 獨董賴以軒和前獨董謝鴻年 竟然就是通過光復段寡婦樓都更還評的初審委員 前監察人林美英也在參與寡婦樓都更的 李明開發當獨董 甚至和高鴻安住的豪宅房東林美滿 同屬高登國際浮宣建設還疑似親屬關係 生意開發跟歷來的投資負責人的謝鴻年 居然還被聘為這個環評委員 然後在這個寡婦樓的環評會議裡頭擔任主席 這難道不是左手省右手嗎 這難道不是利益共犯結構嗎 不過背景具爭議的環評委員 其中一位謝鴻年其實是現任的中華大學副秀長 就是都市計劃專業 秀公委和照片 高鴻安把球踢給了林志捷和柯建民 高鴻安也說明環評只是環保局內部小組準備會議 都審會還沒入案 由環保局長戴維絕行 只是杜根牽扯高鴻安與建商關係網 檯面下是否存在不正當利益輸送的關係 都需要本人一一做說明 記者曹天安 周國鋒採訪報導